继北京721雨灾之后 近日速成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又在暴雨中变成一片汪洋 秦皇岛是多个地区发生严重内浪 但是同样的暴雨 江西干州却得益于宋朝建成的排水沟 免于水患 评论指出大陆众多的城市遇雨成灾 是中共当局急功近利 追求面子工程造成的 近日受台风影响 河北秦皇岛连降暴雨 市内海港区和山海关区出现严重内浪 房屋车辆被淹 京哈县70余列车停运 但江西54个县市遭遇大暴雨时 干州市受益于宋代的福寿沟排水系统 没有一辆汽车泡水 和大陆众多城市逢雨极烙的局面 形成鲜明对照 令人不由得深思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原四川地矿局教授及总工程师范晓认为 当局在城市建设规划中 不是按照城市本身的发展 或民众生活的需求来考虑问题 而是急功近利 追求表面的政绩 下水道的建设投资很大 埋在地下看不见 被称为城市的良心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也指出 在专制独裁的机制下 当官的都想捞一把 捞得越多越好 中国当官的 他这个讲形象工程 面之外 他不管多少年以后的事情 这个工程还有一点 就是对过去的官员 他一般都不太追究 有些网友感慨地表示 以前是前人重树 后人乘凉 现在是前人作孽 后人买单 这都是贪污腐败的结果 到处都是豆腐渣工程 党国特色 新唐人记者一如蓝竹采访报道